欢迎回到台湾解释 我是龙北翔 日本人花了24年的时间 把雾社地区建设成是一个模范的社区 当作是他们政治上面的宣传 但殊不知一股 隐忍了20多年的仇恨 酝酿爆发 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需要一条导火线 这导火线就在一场 族人的婚礼 1930年10月7号 马克波斯举行一场婚礼 路过了集村 被欢愉热闹的声音给吸引住了 结果一杯酒 引发了一连串不可收拾的后果 邀请他的人 手在我刚才那个婚礼屠宰的那个猪的血 没有干净碰到他的衣服 碰到日本警察衣服 所以产生了那个冲突 打架那个是跟莫娜鲁德的那个孩子 打架敬酒 因为他们日本警察衣服都很白 怕我们原住民不干净啊 就打起来了 然后那个这个 就那个莫娜鲁德的那个孩子 就给他翻啊 给他摔啊 结果 那个警察就聊一些话嘛 给我小许一点 集村恶狠狠地放话 有一把火烧掉村子 莫娜鲁德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隔天一大早 他立刻带着儿子 亲自登门向集村道歉 但为时已晚 集村他已经向上出头了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他的孩子可能就要受到 受到惩罚 那他的主人可能未来会被受到更高压的统治 你说他你不在吗 你也得死啊 也是被奴役化 也是被压葬 对 所以你说他不在吗 久了他一定受不了 你说永远都 都像人家说 关于关在鸟 鸟笼里的鸟 他永远都这么自由嘛 也不见得 你毕竟还是被关着 我们年轻年轻过 那边有个摩纳鲁德 他孩子讲 会怎么会这样 我们拼命都给他们工作 为什么他生活上都打乱了 对不对 就这样他们就慢慢沟通了 那就是 一定要干一次 决定要大干一场 心仇就恨 一次要跟日本人算得清楚 有人说既然要干 就要一次杀光所有的日本人 而巧合的是 再过不久 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们东京那个井上家族的一个医生 早就听到说 雾色的三支祭典很热 当时你见一见过去出名了 那你正好他一个医生的那个 伯伯还是修修网了 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到雾色来参观 10月27号 他怎么知道要有这一天 因为那一天是日本人 最几乎是雾色地区 就是说在管理雾色地区的警察 或者是在地的日本人 当那一天 就是全部到全年到齐 这几个年轻人越说越激动 恨不得一觉醒过来 就是10月27号 这一天他们等太久了 他们在等一个人 带领他们找回 对嘎雅的尊严和光荣 这个人就是莫娜鲁道 只有他才能够号召其他的部落 一块儿加入行动 他们这些人是求死的 这些至少这300人是求死的 他们是为了要实现 跟嘎雅变成真正的人 这完成之后呢 死也无憾了 也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些合格社那些人去 不断的去取得其他社的 然后那些其他社的意见领袖 又去派人去找莫娜鲁道那边的人 然后莫娜鲁道他们取得了 他们的同意之后 他们又一个一个色的串联 有的族觉得日本人还不错啊 有的族又觉得日本人是我们的亲戚啊 因为他们可能有这个同分啊或什么样啊 那所以每一个组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讲穿了两方都是为了要让后代的子孙 都是为了后代的子孙 只是一个不愿意被弄化 另外一个是比较婉转的活得在求生存 列场冲突会造成一些历史恩怨 历史恩怨来讲 在平常没事 但是在到了有一种选边战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 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去杀日本人的部落 那么我不用担心日本人会对我不利 那么也许他会担心 以前他的敌人现在取得那么多枪支 他们把日本人杀之后 他可能更担心他 乌蛇地区12个部落 最后只有一半答应参加行动 撞钉算一算不过三百多元 莫拉鲁道心中盘算的是 如何用最少的武力瘫痪日本人的联络系统 他心想只要先把雾蛇打下来 他相信其他的部落也会加入的 大战前夕 云雾缭绕的雾蛇山区 马赫波的溪水依旧静静地流过 日本人上上下下欢欣鼓舞 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盛世 他们浑然不觉空气中飘来的速煞之气 赛德克人要出炒了 三百壮士如何对抗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人呢 莫拉鲁道他拟定的战略是 他要切断 固设周遭派出所的所有的通讯线路 在天堂之前呢 要将十三个派出所全都拿下来 然后将举办运动会的学校 环团地包围住 解释日本人就算差次 还没有 碰到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起诉 我说明讲 刚刚我们看到了大战的前夕 莫拉鲁道他们拟定了作战的策略 当天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学校的操场上的瞬间 湿堆入山血流成河 但是他们并没有杀光所有的日本人 有漏网至于逃下了山 这吐槽的消息 震动了台湾总督府 日本人紧急着从各地调派的军队 准备要一举拿回物赦 这一场战争的结果 当然是可以被预料的 但是它将如何被结束 才是历史上真正值得被记录的意义 他电话线切掉 那所有的出路全部守起来 所以他们知道日本的统治是靠派出所 跟那些电线 就是那些电话线去联系的 所以他们要能够成功的去识及 物色地区的日本人 就必须要先把那些警察派出所 全部都先消灭掉 取得枪支 他们才可以去进行运动会的屠杀 和13个全部都先消灭掉 一个是只要有日本人在里面 我们把砍掉 砍掉的话 最重要的我们要拿到的枪支 和子弹 1930年10月27号清晨 三百多名身着红白相见的战衣 头绑白头巾的赛德克战士 他们悄悄地包围了运动会的会场 八点整 司宜宣布大会开始 唱我歌 升级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国歌还没有升完 还没有升完的时候 砰砰砰砰 声枪响以后 四面八方马上就拿刀的拿那个枪 然后夺来日本的警察的枪支了 四面八方就涌进来 涌进来以后就分辨 只要是日本人就杀 因为你不动 所以这个要打起来很好打 那是不动的目标 那因为我们打猎 那个动物还在跑 我们都打得到 何况是这种不动的 被集中在操场的日本人 任凭赛的客人载鸽头杀 造成清新的空气 一下子布满了血腥的味道 那个时候已经到处都是血了 那他们说你们的头绝对不要露出来 让人家误以为你们是密头 所以这两个孩子的头就藏在那个还干嘛 里面 本来是不能杀小孩子 那个都锁好了 那时候我们的人也没有很久没去内守 而且很多都没有去内守的经验 我告诉你你杀人 如果说你没有 我们去打仗 你当作比你打 第一次第一枪你打到 或者你旁边被打死了 你会怎么样 被杀狂 只针对日本 我的祖先没有杀过 其他的台湾的 其他的祖先 在现场所有其他的祖先都没有杀 一杀两个 纪录像是一杀两个汗 一阵惨烈的下路过后 操场上堆满了日本人的尸体 但赛的客人并没有将日本人杀光 侥幸逃过一死的日本警察 连滚带爬死命地逃回了埔里 总督府大为震惊 立刻漏夜调动军队 不是那个第二天第三天 就决定要自杀这样子 那会自杀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事件太大了 因为日... 物色我刚刚讲是模范翻射 他请到台中最大的长官来这边 参加这个运动太被杀了 所以其实他们都知道说 往后的这个... 后来会产生的问题会很大 莫拉鲁道他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行为当中 他明白很快的 日本人就会把他见过最可怕的杀人武器 拿来对付他们 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为止 于是他下令撤回马赫波市 赛的客人是山的主 最后决战的战场 当然就要在森林的怀抱 莫拉鲁道他们打完了以后 不是打完就站在这边 他们是就往后退了 他们就准备来对抗说 往后的那个... 对抗的那个... 战争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在想 原住民以前打仗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战略 就是我当天拿下这边以后 我们就认为我们就是胜利了 有一个桥 我现在叫云龙桥 那个以前日本的那个 被我们砍掉的那个 就是那个位置 砍掉那个 他们那个铁线桥 你如果要看那个资料 就是前下 那个铁线桥是我主 他是其中之一 让日本警察的军员 不要让他通过来 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从底下 那所以我们会有人埋伏 超过了一千两百名的兵力 配备了各式先进的步枪 轻机枪以及山炮 在空中还有轰炸机的支援 日本人决心在一天之内 要把务舍打毁 打开 打开 其實日本對地形也不是很了解 那原住民已經習慣在山林跑來跑去 所以他們是可以生活的 然後他們就算是空襲 也不知道要丟哪裡 因為這邊的山實在太多了 你丟到哪個地方好像似乎都 那個效果都很小 他們會偷日本的東西 那個槍 機關槍什麼之類的 你槍身從哪邊來 他就知道那邊一定會有人 所以大概就是 就是點跟點是這樣 可是大家打一打就發現 怎麼那麼有聲音了 因為你這邊就跑掉了 就那個東西就留在那邊了 他也不會說把那個機關槍一起帶走 因為那個對他們來講不方便了 所以他可能那邊用完了 他就跑掉了 他就變成日本很難去捉摸說 奇怪 明明昨天還在這邊 今天他們到那邊了 結果原住民已經不在了這樣 又要叫軍隊過來 又打不進去 到底是他們講說 結果是人還是鬼 極限明火力強大的武裝部隊 被賽德克三百壯士 當成獵物一般耍的團團轉 日本人知道 要再這麼打下去 就算送再多軍隊進去 也等於是去白白送死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再打 所以他們到最後還必須請到原住民來去抓出這些人 他們才知道說他們會走哪邊 再加上場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